今年有十天的年假 但是幸福吧 小年夜總統蔡英文 到北社防災中心 視察書運 交通部長王國才也一起 前茂石的兩人交投接耳 互動還算熱絡 而下一站總統來到這 中正義所下的這個地區 建築率應該是最高的地方 慰問玻璃石大人 換上內政部長花敬群 接棒陪同 只是春節年假第一天 總統視察形成滿檔 但就是不見 已經提出總辭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女兒素小會PO文 早上七點二十五分 照片中間的蘇貞昌 已經出門上班 真的是堅守綱位 到最後一刻 不過蘇貞昌春節十天 可都沒有公開行程 而那個總辭後 處於看守期 蔡英文新隔魁徵詢作業 勢必得在春節期間啟動 而呼聲最高的前副總統 陳敬仁曾表示 總統沒有問過他 主因恐怕是 等總預算通過後 蘇貞昌才會請辭 如果先徵詢別人 對蘇貞也不尊重 總統可可真是陳敬仁了嗎 蘇貞昌提出總辭的最一天 陳敬仁臉書連發兩篇防疫文 是否為扛下重任埋伏筆 引發聯想 而說陳敬仁最有機會 接任新隔魁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前立法院長蘇嘉全 也被點名 他們各自在過去的政治領域上面 都有一定的資金力 那麼他的政治性相對的是比較低的 即將到來的二零二四的立委改選 以及總統大選的部分 比較政治性的工作 就可能要仰賴富隔魁 新隔魁人選究竟是誰 基於看守期不遺太長 據傳1月26號初五開工日 就會揭曉 相關人士也會陸續明朗 服務院黨新團隊即將就位 也期盼能開展新局 相信鴿子鋼 鎮海中 SNN就看到